追一看眼前就是广西玉林大名鼎鼎的云天公 不过他背后的老板很神秘 这是为什么 点赞评论转发加关注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这座云天公的全称叫做云天文化城 现在已经是国家CA级旅游区了 所以是可以进去里面参观的 不过进去的门票有点贵 要180块 不过据参观过的人说 这180块花得挺值的 因为这里面有着很多奇珍异宝 除此之外 这里面还有各种的木雕 铜雕石雕 都是十分精美的 我现在走过来了 有一说一 前方这个大门 真的是太气派了 最了解 这个云天公的建筑面积 达到了14万平方米 是我国目前最大的一座 单体文化建筑 前方主体建筑21层 高108米 就因为这栋建筑气势恢雄 就被网友们称为 是玉林版的布达拉宫 还真别说 慢慢看 真的是觉得跟布达拉宫有几分心事 不过对于云天公背后的老板 在网络上却有着很多争议 有人说他背后的老板就是 先敢戏剧贼王占几钱 但我了解后并不是 又有人说是台湾宗教教徒 急急建造的 据我了解后也不是 而他背后真正的老板 其实是一位神秘的台湾富山 这位富山为什么要在玉林盖一栋这样的楼呢 其实这一位富山的祖籍就是玉林的 在这里盖云天公主要就是因为在1992年 那一年玉林对外招商引资特别的火爆 隐系就吸引了很多爱国爱家的人回来投资 隐系在当时就经过各种的勘察 最后耗尽了30亿建造了这座云天公 现在这座云天公已经是玉林市的城市名片了 好了就大家看到这里了 那大家看完之后有何感受有什么显缩的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那这个视频就拍到这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